但是它的升值是1991 而且1991是在蘋果Mac上面 蘋果電腦 所以Office最早不是在Windows 它是隔年才有Windows的版本 而且Windows在Windows 3.0 還是3.1那時候才有的 而且它一出來其實長的就跟現在沒有太大的差異 有啦有差啦 我自己感覺沒怎麼差啦 可能你們會覺得差別很大 但是我覺得基本架構都一樣 沒怎麼太大的差別 那第二個是說它怎麼可以活這麼久 那意思是我覺得它這個軟體 其實你說好用 我覺得也很多地方不太好用 而且說明檔那些都我覺得寫得不好 很多地方其實都很多毛病 所以有一段時間有沒有 就出來很多免費的 有沒有應該各位都知道Office還有免費的 有沒有Open Office Liver Office 一堆Office是免費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很多年前 大概十年前我就想說 免費出來了 那這個微軟的Office不就沒有了 結果沒想到很奇妙的一件事 它市占率不但沒有減少 而且還增加 它免費的可能市占率沒有提高 它付費了 而且它現在是訂閲 一年就要付一支錢 而且家用版那一千多 商用版可能更貴 每一年都要付 而且根據台灣的最近我看了一個訊息 它市占率 OBIS類的 它的市占率 是95% 比美國的85%還要更高 反而台灣基本上就被微軟整個綁住了 也就是95%的電腦 基本上都灌了OBIS 所以如果你電腦裡面 要不就是 大概應該 應該沒有灌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太少了 如果有人電腦裡面沒灌OBIS 然後你覺得這台電腦怎麼用 找不到Exail 這台電腦是不是壞掉了 對 可能有一些用戶會覺得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我也蠻驚訝 為什麼會有 所以剛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它真的很長壽 而且用這麼久 第二個是說它的市占率也非常高 還有就是說第三個 其實它基本上還沒什麼對手 我覺得蠻驚訝的 有沒有 目前有沒有什麼 你說今天如果假設你不用這個OBIS 微軟的OBIS的話 你要找一個來代替它 好像也真的不太容易 當然有很多免費的 我剛剛講 LiburnOBIS OpenOBIS 其實你Google查一下 你要download也很簡單 馬上裝就有了 可是這些軟體 好像大家就不愛用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發現真的就是使用習慣問題 只要你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你就覺得這個東西太難用了 OK 所以 這個是一個趨勢 可想而知 另外還有像有一些寫程式 VBA之外 其實很多像比較熱門 現在有個Python 那個Python其實很熱門 可是Python跟eSale之間的差異 其實最大我覺得 Python它沒辦法用滑鼠跟鍵盤圖形化操作 就是它所有的動作 一律都要寫程式 OK 如果你不寫程式 很抱歉 你沒辦法 沒辦法正確 沒辦法執行 而且它也沒有像 以Sale打開 就可以有個表格 有沒有 然後有工作表 你可以馬上輸入公式 做一些東西 得到結果 沒有 你所有東西都要打程式 也就是如果你去學Python的話 第一個都要打開編輯器 然後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要寫程式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很抱歉 所有事情都沒辦法做 OK 所以這個也是 學Python的一個 要具備的 所以有很多人 學了很久的程式 但是最後 還不知道怎麼去 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可能至少要學個 一期兩期三 每個人姿勢不一樣 所以 這個剛剛是一些 額外的說明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剛剛的問卷 所以 剛剛 後來才來的同學 可能等一下再幫我 填一下那個 課前問卷 因為我們剛剛是 先做個預先調查 那目前看到 最多同學填的 應該也是最基本 就是我們這個課程 高階函數的 一些進階應用 這個當然也是 因為課程裡面 應該是這個 選擇最多的是 這個 VBA制定函數 所以大部分同學的需求 已經到了後面了 就是要自己寫VBA層次 還有哪一些 我看同學學 VBA多工作表自動化 奇怪 這個也算是比較後面的 那當然你要學多工作表之前 你至少要先學會單工作表 OK 所以 那如果要操作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是要學一些VBA裡面的物件 也就是它裡面很多的物件 就是可以拿這個物件來操作 這個 Excel的所有動作 所以如果你要跨工作表 多工作表的話 你就要多學一個物件名稱 就是工作表叫 SHEETS 那這個的話就是可以 跟Excel講說 哦 第幾個工作表 或者是什麼工作名稱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尤其是跨工作表 像常遇到 像比如說我有 一個總表 那我今天希望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它拆成很多的分表 那以前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對不對 但如果你會用VBA 其實就寫個回圈 然後讓它告訴它說 有規律的 我第一個放哪裡 第二個放哪裡 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再回到前面 就分開 那你要合併呢 也是一樣的 你剛才講 第一個倒過來 第二個倒過來 拖過來而已 所以其實 尤其像處理這些東西 真的還蠻容易的 只是說 你必須要懂得如何操作VBA 去做剛剛講的事情 操作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要了解 這個Excel裡面的物件名稱 如果你知道的話 那可以用物件的方式 做操作 這個後面我們會 再用實際的範例 跟大家做說明 寫出來程式不多 像你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要把 總表拆成很多個分表 其實寫出來程式 真的沒有幾行 事情就搞定了 但你不會寫的人 你就每天慢慢用 用完 今天做完 明天再做 後天再做 每天都在做 新增Ctrl-C Ctrl-V 再新增C Ctrl-C Ctrl-V 你就看到它一直在那邊做 機械化 其實說真的 感覺像機器人一樣 所以最後它可能 手臂 就是會有一些什麼 手腕的一些 然後手臂又什麼 有沒有 類似一些 毛病出現 不然的話 就是說眼睛出現問題 像現在眼科 我覺得人家生意都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都在做機器的事情 那 學這些東西 主要就是說 要你 盡可能動 用腦去思考 你要怎麼做 的時間 可能會比動手的時間 來得更多 也就是你只要把那個 程式 寫出來 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解決了 OK 所以也許我們後面在 逐一的 跟大家做說明 還有啦 後面同學選 選最多的還有什麼 工作部 那當然工作部 其實就指的是以色有檔案 也就是一個檔案就是一個活業部 它叫活業部或者叫工作部 OK 那也是一個物件名稱 所以以後 常常同學說 老師我希望把一個以色有的檔案裡面的 很多個表 拆成很多檔案 有沒有 那當然也是同樣的道理 一個回圈 加上資料複製 你就會把它複製出去了 然後你和合併也是一樣 所以這些都有很多的相關連性的 這個後面如果我看一下 如果大家進度 程度都有跟上的話 那或許我們可以再 提一些 實際的案例讓大家 這個了解 OK 這個是 剛剛 好像後面還有同學有提 所以現在目前回應數量 剛剛是9個 現在11個 那再來的話 選客動機 其實我現在還蠻想要知道 大家為什麼來上任何課 尤其下了班之後又要來學這麼硬的東西 這個課程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當然 我也知道大家就是上班很累 下班又來進修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盡可能的我會把那個上課的講義 其實就是整理的 盡量 清楚一些 所以我剛剛提過 我們相關的資料 已經都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往後 請各位記得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可能就是 然後呢 解出來之後 比如說 第一道題的話 我們原則上就是 第一類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這一類 打開之後 裡面就有這些題目 那你們直接先 假設了 你下載之後 先下來 打開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第一個題目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打開之後的話 當然這個題目 裡面就是 第一個 第一道題目就是要問你 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哪個問題呢 打開之後的話 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它這個其實主要是那個 之前電信公司的那個 內部訓練 因為他們 有非常多的 這個 會員資料 他每天 客服的人一定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把後面三個欄位 快速的變成一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規則很簡單 後面這三個 實際上 開頭一定是09 台灣一定是09 然後後面的話 一定要加11 有沒有 09 底下這個0928